在今天的幽默观察中 我们会派出两个演员 假扮吵架的行李 趁机把走远的路人夹在中间 突然被卷入一场感情争执 这些可怜的朋友们会做何反应呢 幽默观察马上开始 今天的第一位观察对象 是这两位打扮时尚的妹子 从他们说悄悄话一样的状态 一眼就能看出 有一颗热爱八卦的心 那么 对于身边即将发生的八卦 他们会做出什么反应呢 赶紧去吵一架试试 这样不是无理取闹 谁有无理取闹 果然演员一开吵 妹子就注意到了 还露出了没开影像的表情 明白着就是很期待嘛 既然这么期待 那我们可要跟上去了 这不无理取闹是什么 演员刚一追上去 两位妹子突然开始飘移了 难道 他们没有注意到身边的八卦 难道 他们是在躲着我们 为了求证答案 演员要再走近一点 谁无理取闹啊 你才无理取闹吧 眼看自己再次被奇葩的情侣包围 妹子们的反应 就像是要甩掉丁梢的特务一样 为了挽留这段来之不易的观众 情急之中的演员 再次动用了奇葩的吵架台词 尽管被演员的吵架 逗得喘不过气 但是妹子们的状态 简直像是在躲神经病一样 看来尽管对身边的八卦很感兴趣 但是对这场家庭矛盾 他们还是本能的选择了违避 对他们的观察结束 在告知他事情的真相以后 进入下一次观察吧 接下来观察的是这两位小哥 看起来更开朗的他们 面对身边情侣的争执时 会做何反应的 听到演员的争执 两位小哥看都没看一眼 就很自觉地绕着走了 而且他们还使用了一个 非常巧妙的战术 零分两论 看来我们只能对一个人观察了 目标选定为这位黑衣小哥 你要跟着我好吗 你这不是无力取闹不 什么无力取闹 你这就是在无力取闹了 你才无力取闹 看到自己被夹在吵架的两口子中间 小哥是无奈的大嘴 觉得像大猩猩一样 你这就是在无力取闹了 你才无力取闹 你才无情 怎么无情了 我虽然叫无情 但我对你很有情的好吧 不但躲开了演员 还摆出了一副 我什么都没看见的表情 看来碰到平常的情侣争执 小哥似乎没什么参与力 那么如果面对的是一场 理由奇葩的争执 他还会这么沉默吗 你走开 你对我哪有情 你现在一点都不爱我的 你现在连牛奶都不给我喝第一口 都不给我喝第一口 买来的牛奶 我喝一口什么了 听到如此奇葩的吵架里游 小哥的脑袋就像长了肺子一样 为了逃离这场奇葩的争执 他似乎想一个人静静 上升吧 帅哥 我们怎么可能让你得逞呢 在落单的情况下 被一对奇葩的怨偶包围 小哥简直整个人都不好了 看到他如此纠结的状态 导演组不仅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 如果让完全不能淡定的他 给吵架的情侣评评理 他会不会答应呢 我是啊 我是这样做的 你现在没有 你没有 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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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不好意思 我 我不知道 在被教主之后 小哥的状态就像是违章司机 求交警叔叔高抬贵手一样 我不好意思 我 我不知道 没关系 你停 看来 对于这场奇葩的争执 小哥是一秒钟都不想掺和 不要拿他评理了 马上送上真相吧 我们是广东卫视幽默观察家 我觉得这个场面我觉得很压价 我觉得不是我能解决得了的 所以我就想往回走 今天的最后一组观察对象 是这两位杜琴下面全是腿的妹子 趁他们路过的时候 演员的奇葩争执再次上演了 你觉得这是小事吗 那你总要给我个机会让我解释一下 看到演员闹分家的样子 两位妹子的脚虽然在动 但眼睛是完全处于维闻八卦的状态了 尤其是这位眼镜妹子 看得更是专注 连腿都有点迈不开了 你不得取闹了 没有必要 你不止无力取闹 你还无情 谁无情啊 偷听了半天奇葩的争执 眼镜妹子似乎要赶路了 但是 我认识 假装走了两步之后 他居然顺势找了一个前排的围观座位 看他们听相声一样的状态 我们感觉 如果能有辆瓜子板蛋矿泉水的小推车走过 那就太应景了 虽然努力想保持观众的礼貌 但是后生完全憋不住啊 看到妹子们这么强的反应 我们感觉 让他们当观众 简直太取材了 下面 女演员要直接坐在 妹子们的身边 面对被卷入争执的风险 他们还会继续围观下去吗 不但没被吓跑 蓝衣妹子居然主动向女演员搭话了 既然已经诚心诚意地发问了 我们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他们 我昨天晚上梦到两次她跟我分手 你们觉得是我的错还是她的错 女生就是这样包容一点吧 对不对 就哄一下就好了吗 我哄啊 我哄了一天了 面对奇葩的争吵 两位妹子化身为义务调解员 已经把围观八卦完全抛在脑后 导演总决定 还是为他们送上真相吧 你好 我们是广东卫视幽默观察家 那个男生一直在问我到底错什么 其实我也很想知道他错了什么 就是为他们吵了吵了打起来 打起来的话怎么可以去拉拉架 通过今天的观察 我们的结论是 当身边的陌生情侣 进行一场立游奇葩的争执时 现在连牛奶都不给我喝第一口 都不给我喝第一口 大部分观察对象 都会本能地回避这场家庭矛盾 但是仍然会有少数朋友 愿意热心介入 调解双方的争执 接下来的观察对象 是这位留着玛雅人发型的妹子 在他摆出了女版狮子王的造型之后 过山车要启动了 尽管坐在急速爬升的过山车上 妹子现在的状态 就像是拍凤凰传奇的MV呀 在你的心上 自由的飞翔 上去了吗 上去了吗 没有啊 你恐怕我啊 你现在这两个都不打人 在对妹子打量表示敬佩的同时 我们要提醒大家 记住他刺客 潇洒的表情 因为再过五秒钟 这辆过山车 就要 吓破了 不但吓得炸了毛一样 他现在的眉毛 简直都要立起来了 在妹子终于感到害怕的同时 演员要向他发动表白 可不可以抓女朋友啊 虽然已经处于下坡的恐惧之中 妹子还是动用最后一丝理智 拒绝了男演员 而且在这之后 面对开启了持续杀猪模式的妹子 男演员简直是一点搭话的机会都没有了 看到妹子这么不给机会的状态 万年备胎的男演员 简直要彻底愤怒了 在妹子的嚎叫声稍微减弱的时候 她要最后再问一下 大概是怕一个步不能表达自己的态度 妹子居然来了个拒绝五连发 在如此确定的反应面前 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再观察下去了 在过山车到达终点的时候 让我们给妹子送上真相 采访一下她如此反应的原因吧 在过山车上我们又发生些什么很浪漫的事情 那你拒绝她了吗 美女你好 其实我们是广东卫师幽默观察家 本次我们的观察主题 如果在过山车快要降落的时候 突然有人跟你告白 你的反应会是什么样的 其实应该还是算是一个挺有意思的 挺开心的 还有人跟我聊天 谢谢